除了前几天报道的中国游客 坏心为河马吃塑胶袋之外 又有几个爱拍照的大神被拍到 在瑞士对一只天鹅 做出了超美同理性的举动 这段影片是在刘森的天鹅广场附近被拍到的 一开始是一群中国游客围着一只大天鹅 虽然旁边标语明明写着 请勿喂食 但这位大姐却用纸片当幼儿喂鸟 可能为了要拍出好照片吧 结果等天鹅叼住纸片时 另一个白痴竟然抓住她的脖子 只为了试着拿回纸片 过程中还听到游客群中有人抱怨没拍到照片 因此中国新闻报道推测 这些行为只是因为错过拍一张照片的机会 在瑞士新闻报道之前 影片便已经在Snapchat上面流传 不用说 大部分网友都被这些大神的行为惹火了 别忘了 我们晚上8点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Mu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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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